我去年其实 最瘦的时候 瘦得像一个火柴 去年我那个时候差不多42 快要41的时候 我166.1公分 所以云正被女儿搞坏身体 缺铁狂掉发 瘦得跟火柴一样 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你们讨论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就是体重 很多人想问我的体重 然后说要怎么变瘦 然后瘦很美 我超生气的 我超生气的 好 我今天呢 就跟你们大家讲的很仔细很清楚 孙芸22岁的大女儿Trinity廖思维 遗传妈妈的漂亮美貌 站在澳洲读大学的她 时常在社群兰体 分享各种美照及生活日常 她日前在小龙叔和大家分享 身材焦虑的话题 提到去年一枚食欲爆瘦 去年到今年我的体重 往上往下往上很下 就是那个 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 Jump 我去年其实 最瘦的时候 瘦得像一个火柴 我想跟你们讲的很清楚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都会 这是一个焦虑的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其实我的身体是 缺乏很多东西 我缺铁 我缺什么 女生本来是会缺铁 那我那个时候又特别缺铁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缺到 我需要去就是 做一个Infusion 然后就是把铁打到身体里面去 那我后来发现我有这个问题 是因为呢 我的嘴巴这边 就是有那个 就是这边会肿起来 然后很痛 痛到我张嘴吃东西会痛 我吸管喝东西我也会痛 就是很不舒服 然后那个时候我手脚冰冷啊 然后呢 怎么样都想昏了 我可能排个队就昏倒 然后呢 我以前头发很多很多 因为这件事情 我开始掉头发 你知道我现在的头发是这样对不对 但我以前就是这个的 四五倍 去年我那个时候差不多 42 快要41的时候 我166.1公分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 这样子你们觉得还好 可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个体重是 算是很瘦 你们可能觉得那个时候 哦 挺好看的很怎么样 对我来说 personally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 我觉得 要健康就好 因为 你把身体搞坏了 你人就没了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however 我今年呢 因为那件事情发生了 我就开始 心态上呢 就是有改善 然后呢 我也是开始吃很多东西 我从42 一直一直重重重 到我现在呢 我现在是将近快50公斤了 然后其实我觉得 也没有 也没有看起来很肥 也没有怎么样 不然就是我的手还是一样 有时候拍照就是一个角度 我跟你们说 你们这样子 跟你们这样子 圈的体也呼吁追求爱美的女生 要保有正确的心态 不要为了瘦而瘦 你不用去听别人说 他们的完美是什么 然后去把你自己改成他们的完美 因为每个人的体型本来就不一样了 就是真的 你就是没有办法改的 我觉得 瘦不代表美 然后胖不代表不美 每一个人要 不要去说 他好瘦好美 或是怎么样 我希望别人可以去看一个人说 哇 他真的好有自信 然后呢 然后好爱自己好美 这个才是美 嗯 嗯 嘶嘶